大家好,我是强子 本次个程给大家介绍一下web系统的一些基础知识 首先的话呢,咱们来看一看关于网络的体系结构 目前来说,我们对网络体系结构的一个分类的话呢 通常来说把它分成三种 第一种呢,叫做bs架构 那么叫brother 基于浏览器和服务器的这样一种架构 第二种呢,叫做csclient 基于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这种架构 第三种的话呢,我们把它叫做p2p 点对点的 这样的一种结构 那么 这三种结构呢,它们有各自的特点 但是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比方说啊 p2p啊,这种点对点的相当于啊 某一台电脑对某一台电脑 事实上呢,它同样 对于bs或者cs架构来说 也是类似的一个道理 我们的浏览器啊 当然浏览器对应的有一台客户端的电脑 或者我们的client对应的有这么一台电脑 那对于服务器来这边来说呢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它也是一台电脑 所以bs也好cs也好 其实也可以类似的理解成 点对点的这种模式 某一台电脑和某一台电脑 但是唯一的 它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比方说对于bs架构来说 我们的b端 它是基于的是标准的浏览器 浏览器是标准的 同样我们的基于的协议是htp的1.1的标准的协议 我们基于的标记语言 也是html4或者5的这种标准的标记语言 所以对于浏览器架构来说呢 它使用的是标准 标准的这些规则 那么对于服务器端来说 它需要做的就是对于htp协议和请求相应的一个处理 那么对于cs架构来说 它的c为什么要单独把它拧出来作为client呢 事实上是因为呢 这个client它不一定需要标准 这个server端也不一定需要标准 那么客户端cs架构的模式的软件呢 也有非常多 比方说我们平常所接触到的这个QQ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cs架构的应用 PC版也好 手机版也好 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微信 它也是属于一种cs架构的模式 我们的收发邮件的outlook 它也是一种cs架构的软件 我们的邮件服务器就是代表s 我们outlook本身呢 就是一个客户端来接受和处理邮件而已 等等这之类的软件呢 太多太多了 我们不一一列举 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就行了 那么同样的 其实对于浏览器来说和bs和cs来说 它们的server端也会有一些区别 就是server端也不一定需要标准 QQ微信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微信outlook又根本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各自的厂商按照自己需要的客户端去开发就行了 那么对于服务器端来说 也是我们的bs架构的服务器端 我们的服务器也是标准的 浏览器端 基于标准的协议标准的标记 服务器端也同样的 我们服务器端标准的服务器 通常apache 这非常有名 范围应用最广的 或者是微软的iis 或者是这个tomcat ngins lighthttp 等等 它们使用的这些web服务器呢 也都是标准化处理的 所以啊 对于我们用户也罢 对于我们的这个软件研发人员也罢 事实上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标准化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更倾向于使用bs架构的应用 原因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用某一个浏览器 就可以解决所有浏览的问题 如果说是cs的c这边 我用qq肯定干不了outlook的事 我用微信它也干不了qq的事 但是对于浏览器 我用ie可以访问所有的网站 我用firefox可以访问所有的网站 我用safira也同样可以访问所有的网站 chrome等等啊 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厂商开发的 定制的一些这个浏览器 它都可以访问所有的网站 所以我只要手机上或者电脑上有一个浏览器 就足够我去访问世界所有的网址了 这很方便 这种用户体验呢也会非常的好 同时的话呢 对于服务器端来说 也是 我们只需要去关注的是 我们服务器端的业务逻辑本身 就我们这个产品到底想做什么 我们不需要去关注这个服务器和客户端 混浏览器这边怎么去交互数据 因为HP协议已经完全的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们也去不用去关心这些方面的实现细节了 对于我们的研发人员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同样的既然是标准的东西 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呢 也同样可以达到标准化 任何一个web系统 我们这些技术都可以拿来使用 而且一定都可以运用得起来 这就是它的一个优势 那么我们之所以没有专门把web系统测试拎成一个很核心的模块来学 而没有学一个叫CS架构的软件测试的模块 原因也就在这里 它具有足够的通用性 那么CS架构的话呢 它的服务器端其实同样也是需要定制的 QQ它对应的一定是QQ的服务器 它不可能和微信共用同样的一个服务器端的应用程序 硬件当然可以用 但是这个应用程序的处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跟别说Outlook完全不相干的东西 所以它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需要定制 对用户来说我需要安装相对应的客户端 每一个都不一样 对于我们研发人员来说也是一样 不同的软件 那么它需要完全研发不同的服务器端 而且我们不但要考虑业务逻辑 我们还需要考虑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本身的通讯方式 好那么对于P2P这种体系架构来说呢 其实理解起来就相对来说更简单了 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理解BS和CS 那么对于P2P来说啊 没有任何问题 P2P和BSCS它们唯一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 点对点 这两点之间 其实它们是公平的 是平等的 它不像BS或者CS 客户端或者浏览器只能做它该做的事情 服务器端也只能做服务器该做的事情 对于P2P这种体系架构来说 两端之间完全的平等 你能做什么事情 我同样可以做 我们看到P2P最长的一些应用的话呢 比方说 咱们的这个点对点的一些下载软件像BT 像这个电驴这样的 那么我下载别人的一个这个软件或者说这个 资料的时候 我的电脑上也同样可以被别人下载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像我们平常啊 两者两双方之间 视频聊天或者说传输文件 使用的都是点对点的这样一种模式 它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的一些中转 直接我们两台电脑之间进行连接 同时的我们两台电脑之间呢 可能安装的都是同样的一个软件 没有存在什么服务器客户端之分 OK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它的应用呢 反正我们也经常遇到 所以但是说对于整个他们的后台的一些核心技术来说 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还是基于标准的网络协议 还是基于我们的软件开发的一些技术 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所以呢 简单了解一下这个P2P就可以了 那么重点呢 我们还是放在BS和CS架构上 对于BS和CS呢 它们有一些明确的一些区别 我们在这边呢 单独再给大家做一个罗列 第一点区别 刚才也给大家讲过了 关于标准和规范的问题 那对于标准和规范来说 那BS来说呢 它是非常的标准和规范的 基于的都是标准的协议 标准的服务器 对于CS来说呢 它是不标准的 协议可以完全的自定义 不单纯只是使用htp协议 我想定义什么样的一些协议规则都可以 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同样都是自定义 自主研发出来的一些产品 比方说像我们看到的QQ微信 Outlook这些事 那另外的话呢 事实上我们还会看到 像这个大家平常 喜欢玩的一些比较大型的网络游戏 我们把它称之为端游 这种游戏 它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一定需要完全的自定义 它不可能去借用别人的一些 标准和规范来做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游戏的这个数据传输 是非常敏感的 我们很多玩家 好不容易通宵打蛋的 能够打到多少级多少级 但这个数据对服务器来说 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文本而已 你客户端告诉服务器 我是多少级 服务器就认为我是多少级 当然事实没那么简单 但是基础基本上来说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它的这个传输过程的加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旦我们的这个传输数据被截获 甚至呢被重新的这个整理到 那么我们很有可能 就可以伪装出来一个客户端 直接给服务器发数据 服务器就认为我就是一个 很资深的玩家 我的级别就很高了 这完全失去了玩游戏的这个意义了 当然这种安全性本身呢 也是端游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呢 这是CS 它有它的一个用武之地 它虽然不标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系统 都需要完全的标准 如果所有的系统都完全的标准化 那反而也有问题 我们就没有办法 获得一些很个性化的一些定制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是关于这个运算能力 运算能力的话呢 对于浏览器BS架构来说 核心的运算 全在服务器上进行 这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浏览器这边很闲 很空 但是服务器端 它会消耗很多的运算资源 包括一些带宽的资源 把所有的压力 全都压在了服务器那边 所以对服务器端是个考验 而对于CS架构来说呢 咱们的客户端 和服务器端 均可以承担运算的职责 都可以承担运算的职责 我们客户端呢 由于我们是自主开发的客户端 我们想让他怎么去做一些处理都可以 我们甚至可以把很多结果都在客户端处理好了以后 再发挥给服务器 服务器可能做个保存就可以了 这样呢 分摊一下这些运算的资源 和处理的这些资源 同时也可以节省很多的带宽的消耗 那么这样呢 我们相当于其实就是把整个运算 分布给了这些客户端 让客户端也帮我们分摊一部分 这样呢 可以减少服务器的一个这个资源的消耗 这也是他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那对BS和CS来说 它的第三个方面的能力呢 这个区别 是关于这个应用程序部署相关的 关于应用程序部署相关的 那么对于BS来说 它的部署非常的方便 我们只需要去部署服务器段就行了 浏览器那边啊 都因为都是标准的东西 浏览器不需要去做特别的处理 因为对于浏览器这边的用户来说 我们要记得只是一个URL地址就可以了 只要这个URL地址没变 只要我们的网址没变 其他的东西 在服务器段你怎么部署怎么处理 其实对最终用户来说无所谓 我也不需要去知道 那么服务器段是我们自助可控的 我们想怎么去部署升级啊 都没有问题 这是它部署上上面的一个灵活性 而这一点呢 也正好是CS架构的一个短板 CS架构的部署需要同时升级服务器和客户端 两端都需要同时的升级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QQ啊 微信啊 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更新的通知 那么我们呢 需要去更新 当然有一些小的更新呢 根不更新问题不大啊 因为服务器呢都可以兼容它 一些大的更新 可能我们不得不去更新了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有些这个比较强势的软件 你不更新 我就没办法让你用了 比方说像QQ 我们如果不更新到比较新的一些版本 那么像我以前用过 20111版本 12版本 但是现在已经是14年的时候了 它就不让我用了 必须强制我去更新 因为它的服务器完全的重写了 我不更新 一方面 它没有办法让我用 另外一方面呢 它想让我用 这个服务器和客户端也不兼容 也没有办法用 所以我必须要去这个更新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用户的整个用户体验来说 也是一个不好的一种影响 所以这是关于部署这方面的 那么核心的一些这个区别呢 主要就集中在这些方面 所以呢 BS和CS 这两种不同的架构 各有优势 没有办法谁完全的替代谁 BS呢 它有它的一些这个强势的地方 而且事实上对于目前的这个普通的这个网民来说 我们更希望使用BS架构的应用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需要的就是要这个方便会计 而且呢 我也不需要去关注啊 这个要不要要更新 要不要部署 只要呢 能够用起来体验很流畅就可以了 但对于很多企业用户来说 事实上呢 他们更多的时候 还是需要通过一些CS的方式来完成 当然现在很多企业也在慢慢的 像BS架构在 在这个 在这个进行 BS架构上的一些 新的应用的一个开发和部署 比方说像我刚才提到的Outlook 这当然是每个企业 基本上都会用到的一个邮件客户端 但你会发现 事实上现在在浏览器里边 我们的一些邮件客户端 其实也做得很好了 几乎可以胜任我们的工作了 那么是否还有比较费的 需要用Outlook或者说Foxmail这种 邮件客户端呢 那就不见得了 慢慢的这个BS 都在逐步的取代CS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咱们的这个运算能力 其实现在这个云计算平台 包括我们的网络贷款 都已经足够支撑 我们把所有的运算放在服务器端了 让浏览器呢 做更少的事情 让用户呢 体验更流畅的这个操作 完全可以做到了 所以CS架构的用物之力呢 慢慢的也在减弱 包括像这种端游 我们现在发现 其实端游呢 对一些这个初级的玩家 或者一些菜鸟玩家 并不见得非常的有吸引力 动辄几百兆 几个G的安装包 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们有时候就想玩玩一些小游戏 就在浏览器里边 通过Flash Player 玩一玩这些小游戏 或者在手机上玩玩简单的游戏 就可以了 没必要飞的 要下载一个很大的客户段 真是绝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 OK 所以呢 这个BS架构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另外呢 事实上随着这个BS架构的一个 慢慢的这个 研发能力的一个升级 再加上一些新技术的应用 很多时候BS几乎可以完全的期待CS 比方说我们经常听到的 AJAX的这样一种技术 它其实呢 就模拟了一个无刷新的页面 让我们用户感觉到 虽然在浏览器里边使用 但是感觉到跟我们用CS那种 无刷新的那种感觉 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对用户体验来说 它也可以做得非常的不错 那另外的话呢 咱们的这个浏览器扩展 我们在Firefocus底下 大家应该都感受过 我们可以呢 去加载无穷多的一些插件 来扩展我们浏览器本身的能力 这样呢 我们是否还真的需要 有些CS的方式来完成呢 不见得 浏览器扩展 加载进来了以后 它其实上就是常住在浏览器里边的 一个类似客户端一样的东西 完全可以操作了 还有包括呢 现在也比较老的一个技术 简单聊一下ActiveX浏览器 IE浏览器的一个扩展 Firefocus它没有办法使用ActiveX 这是微软的一个专有的技术 但是对IE浏览器它怎么扩展呢 通过ActiveX插件来扩展 所以我们浏览器呢 只要提供了这种扩展的功能 它同样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而不一定非得要只能通过 下载客户端的方式 OK 总而言之一句话 BS越来越重要 CS慢慢的可能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的这个web系统的 这个大的模块 这些系列的课程 为什么会单独拎出来 中文一个模块 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好 关于web系统的一个基础知识呢 咱们就先介绍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